哇!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超壯觀的耶!這不知道有多高 玉珠硬帳 你看!超實則紀念的草莓大福甜點店 它的口味非常的多 本人長這樣 有沒有!可愛!很可愛齁 超大一顆的 很好吃耶!然後它的甜度是非常適中的那一種 不會過甜 現在要帶大家前往 就是日本福岡的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個神社 因為娃妮來日本還蠻喜歡去神社參拜的 其實在台灣就很愛的 我覺得就是廟宇會給人家一種心靈安定的感覺 有一群警察被被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好像有一點小激動 感覺日本的治安給我們的感覺一直都是還蠻良好 我這邊自由行我覺得是很適合然後也很安心 就算是女生自己一個人 只要不要太晚的時候還在外面走動 我基本上都是絕對非常OK 那我們就一起出發吧!GoGo! 這一家華衛鳥 是他們博多這邊很有名的一個料理叫做水炊雞 那天神商圈這邊的一蘭拉麵就是一蘭拉麵的本店喔 我們到了傑田神社 這邊離那個逛街的地方非常的近耶 是在一個市區當中的一個神社 好我們現在一起進去看看吧 他們每年7月的時候會舉行一個超級盛大的祭典活動 叫做博多奇緣三立祭 那就是類似於台灣那種廟會 然後會有非常多那個廟宇的人 然後還有一些民眾一起共襄盛舉 其實也是蠻想要參加看看的 未來7月的時候有機會再來博多 就可以參與這個大盛事 哇 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這邊有一個超級大尊的山立 給大家看一下 哇賽 超壯觀的耶 是不知道有多高 它下面是不是有那個 1 2 3 4 5 6 有6根很粗的木頭 所以大家就是 扛著那幾根木頭 然後一起協力把這一尊三立 扛在街道上 然後舉行非常盛大的慶典儀式 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它的巨大了吧 對啊這真的是超級壯觀的耶 就是瓦尼來這個解田神社 有一部分就是為了它 想要親眼看一下這一尊 到底有多巨大 那我們再去那個裡面逛逛吧 走 然後這邊有稻河神社 太可愛了吧 很多耶 現在還遇到一個一對可愛的日本 應該是情侶啦 就是他們兩位都是男生 然後他們還特別穿了那個和服來拍照 超可愛的 這是像台灣一樣那一種 有貢獻的人就是會飆上去嗎 感覺是耶 上面也是寫金額 然後還有大名 跟大家分享一下瓦尼 剛才買了這個玉珠印帳 日本的神社裡面都是會有神職人員 然後他們會幫我們就是寫這個玉珠印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個玉珠印啊 是我從助理那邊得知的 他有一本那個神秘小法典 然後他走遍日本各個大大小小的神社 然後他都有留念做紀念 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我請那個就是他們的神職人員幫我書寫了 然後成品是這樣 你看 超時則紀念的 他就寫說我是令和五年九月六日 然後來到這個節田神社做參拜 然後就是這一本就是非常多頁 帶在身上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每到一個神社呢 就是你就可以拿給他們神職人員 然後基本上寫這個是要付費的 然後我今天寫這個的費用是五百日元 然後這一本我也是今天在這裡買的 因為以前都是用助理的 我想說萬尼需要一個自己的租印冊 那這一本的費用是一千五 我覺得非常OK 而且他的做工很精細 他是那種有點布的材質 所以他非常貼心就是有在套一層這種 那個什麼防水套 然後可以讓我們保存的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剛才我還買了這個 就是他們的御守 那我買這個御守比較特別 大家看一下上面寫什麼 安產御守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現在懷了雙胞胎的baby 然後下個月都要生產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御守 就是回去送給他 就是祝他生產順利 我已經逛完捷田神社了 這神社我非常喜歡 就是他裡面其實 他其實都布地不大 他裡面的神社和廟 我覺得都非常精緻 而且他離市區非常近 就是不用說你特地搭車過去 然後就是去一個寺廟拜拜就結束 這完全就是可以安排在你來天神商圈逛街的一個行程之一 因為離市區非常的近 那現在玩你要去一間附近步行十分鐘 就可以到的一間草莓大福甜點店 非常厲害喔 那大家來捷田神社也不要觸過這一間店 這邊走過去十分鐘 所以我們就出發吧 Go Go 登登 買到了 看起來超級可口 而且重點是他的口味非常的多 然後我剛剛去蠻多口味都已經賣完了 還好我的草莓還在 本人長這樣 有沒有很可愛 很可愛齁 哇超大一顆的 而且他的皮感覺很薄 就是內餡超級飽滿的那一種 它裡面的草莓是一整顆的 不是半顆 而且重點是超級新鮮 那個水分都超juicy的 大家看一下 這一顆日幣600多 折合台幣大約140左右 相當於就是台灣的一杯星巴克 我覺得ok啦 因為他畢竟是在都市可能 就是價位會比較高一點 但我覺得他吃起來非常精緻 而且這每天都是師傅現做的 我剛才有看到 就師傅在那個店內現做 所以很多品項都已經賣完了 好好吃耶 然後他的甜度是非常適中的那一種 不會過甜 草莓是冰冰涼涼的 然後中間他的皮和草莓之精 也是有一層就是類似台灣 會幫了紅豆泥的內餡 但他不是用紅豆泥 不曉得他是用什麼樣的 就是食材做搭配 但吃起來非常的ok 綿密中 然後帶點就是草莓的酸甜感 我覺得非常讚 推薦給大家 大家不要錯過囉 那這一間的那個店員叫爐水庵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幫瓦尼按讚訂閱分享喔 對了別忘了還要追蹤IG喔 掰掰 玩你的九州之旅 未完待續 阿牧